對近期共軍加大對臺的文攻武嚇力道 國軍是在今天在屏東保利山來進行聯勇操演 日間的攻擊演訓 同時也要來驗證部隊戰力 空中優勢 活力動員 掩護地面 兵力進攻 CM11擁護戰車輪番發射 腰動武戰車炮對敵方防禦攻勢輪番射擊 掩護左艦戰車朝敵營 持續逼近 高槍飛彈 迪毀敵軍裝甲戰力 雲爆甲車T74排用機槍連環掃射 連用操演接續夜攻部隊 掃蕩敵軍外圍警戒防護 日間主力部隊全兵力出擊 擠出火力壓制 奪回五軍陣地 彈藥跟射擊發速打得特別多 但是這一點都難不倒我 在平時駐地的操課與基地的訓練 讓我每一發彈藥都能精準的命中目標 我們的國軍官兵展現了 不只是夜間的攻擊的能力 日間的攻擊能力 那麼尤其是在三軍整合的一個狀況之下 去戰勝敵人的一個戰力的呈現 華人山巡場炮聲 隆隆國軍聯用操演驗證 三軍聯合作戰實力 對內穩定民心對外也正告對岸 我國僵土不容侵犯 這裡有林修華 廖偉紅 屏東採訪報導